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覺得這是我選雙打的原因 有一個人可以在背後去做支撐 那遇到所有問題 只能依靠對方一起度過這難關 就像我這次打奧運 他就講了一句話就是 你盡量去衝後面有五 我們是一起去面對問題 而不是孤軍奮戰的感覺 就像防疫一樣嗎 對 就跟防疫一樣 接種疫苗 提升防禦力 出門戴口罩 保護自己與他人 保持室內1.5公尺 戶外1公尺社交距離 肥皂勤洗手 內外夾攻大力丸 落實防疫基本功 一起為台灣拿下防疫金牌 台灣加油 表演賽可以放鬆了嗎 當然不行 就跟防疫一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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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9月1号礼拜三 今天台股最后是小跌 跌了16点 那老师 七天涨了1200多点 1250点 这边回一下有没有什么关系 我说应该也是没关系 因为9月份又 大家重新开始嘛 他说老师 今天长龙海运跌那么多 你还写测标 对不对 今天大盘跌 你还写嘎空 那怎么样 看你怎么看 对不对 我能告诉你就是 今天长龙跌 我昨天就跟你讲 我就等着他跌下来给我买 但是很多人他会觉得说 你高楼在落你下去买 我看好你也可以看空嘛 怎么那么好笑的事情 对不对 就像有些人啊 嘴巴就是很贱 对我直接讲就是很贱 他自己打了疫苗呢 然后就说我们这种在complain打不到疫苗的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说我们这样子嘴政府这样不对 你有打到的 你就去旁边去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这种每年都缴上百万的税 我们怎么排都排不到 我们当然可以骂一下政府 当然可以嘴民进党 对不对 可以发表我不爽嘛 是不是这样子说呢 那你说老师到底怎么样怎么样 你是中华民国国民 我也是中华民国国民 凭什么他们说他们先打 你们就先打 那我们就不能先打 对不对 其实根源就是什么 疫苗不够嘛 对不对 就像这个大盘 今天如果涨个一千点 也不会每一档股票都涨停板 一定有些股票还是会涨 有些股票会跌 对不对 昨天有哪个老师在看好金豪科 在看好卫刚 我问你今天包含记忆体 所有的记忆体 居住上来 预创涨停板 南亚科大涨 华邦店也大涨 对不对 卫刚也上来了 金豪科甚至创了这两个礼拜新高 昨天没有人讲嘛 对不对 昨天都没有人讲 还有人在那个什么东升台 在那边吹啊 在那边鼓吹 鼓吹他的什么大国纲多好 结果呢 事实状况是什么 还好意思讲我们记忆体很不好 觉得那记忆体今天都大涨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很多看法我们就尊重嘛 我觉得这边是买点 OK你可以不认同 你懂为什么 你甚至可以放空 欢迎你对坐 但是不要在那边发言是毫无章法 对不对 我二月份的时候 我在这边跟你讲了一个月 跟你讲买长龙海运 三十块 三十一块 三十四块 一直叫你买 每天跟你讲说 我们家的纯票没在买 后来你看到什么 三十几块涨到两百多 多少人因为这样发大财你知道吗 我讲的发大财不是像之前那个韩国瑜在喊用喊的 没有哦 你真的愿意听我的就是发大财 而那时候我在二月份在喊长龙的时候 你们怎么看我 那股票走空了 真正起一段 我跟你讲 这股票要害死人 就是那些人 对不对 而且很多都还是同业 就隔壁台同业啊 骂你就尽量骂 怎么样 去年 我在介绍恒大的时候 有人讲什么吗 你们还不是不认同 二十几块没买 起了两百多块 结果呢 你们老师带你买来哪 所以股票市场你要看一天 抱歉 我没有那个精神 跟你去那边挥 但是如果说你看波段的话 你要看找一个市场上最有诚信的 我敢这样跟你讲 这个市场我最有诚信 这样了解什么 最高点那一天我跟你讲 二三三 长龙 那个是逃命点 不要再追了 不要再买了 短线上你会觉得是我错 但是中长线你就知道厉害 一个月不到跌到116.5 那我也回复你正确的做法 等到买点到的时候 我会电视上公开讲 今天打到126.5 可以买啊 但是你也可以空嘛 我没有说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懂不懂我意思 那个船那个货柜这么大 市值这么大 对不对 讲一句比较难听的 我推推不动啦 但是你要赌哦 你小心这一次我又看对 我的会员又大赚 你就是赚不到钱 你就是整天躲在后面 在那边嘴 嘴没有用啊 对 就像我一直嘴民进党政府 嘴他没有用啊 我还是没有疫苗可以打 对不对 他们还是继续耍劍 接下来怎么做才是最重要 我跟你讲 指数回神之后 个股将百花齐放 我这两天跟你点什么 你看不懂吗 前天我跟你讲 创伪 你看今天他要涨停板 你看 前天他就拉涨停 昨天中继再涨 今天已经要过高了 这是创伪 空单在这边增加 暴增 空单 暴增 嘎 直接嘎 底部暴增 5269降溯 同一天讲 你可以去看 看前两天的重播 是不是当天也拉了快涨停板 昨天 等于是中继再涨 今天再拉 2200块 怎么会没有机会 有啊 有机会啊 对不对 我没跟你讲这一次吗 你自己看前两天的节目 第一天我就跟你讲 昨天涨停 今天又涨停 没有吗 你们LINE上面 你们都有证据的啊 3207 今天又涨停啊 那这边有没有讲 有啊 我有跟你讲啊 现在在这里 今天又涨停啊 19块 怎么会没有股票买 对不对 我直接讲的是 我有买立台啊 压回你要不要买 不屑嘛 我知道你很不屑啊 那今天呢 今天盘中涨停板了 今天直接拉它涨停板了 10分钟啦 10分钟就拉它涨停板了 哎 观众朋友 你仔细再看清楚 我跟你讲 我会不怕它压回 是因为我知道 这边谁买的 这边跳空涨停又涨停 我知道这个谁买的 然后这边拉起来 我再不买的话 我怕它喷出去 还好它今天再给你拉回 那拉回的过程中 当然你会觉得说 老师要买的买起 就设好停损停利点嘛 设好停损点嘛 好 那今天拉长虹之后 接下来你就要看这个点 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如果突破的话 那可能就是要挑战前高 就要出去了 今天量已经出来了 今天有七千多张啊 所以你股票是这样看的 今天它盘中拉到涨停板 你可以认为它不算涨嘛 甚至你认为它涨假的嘛 都没关系啊 我就讲很简单 来 你就这一条就是紧线嘛 你明天如果带量过 那你要赶快买 我跟你讲你就要赶快买 因为它是领先大盘 在底部大地的 它这个一过 接下来就是要挑战这个点 它就是要挑战那个点啊 那量的部分也出来了 接下来不是你说的算 也不是我说的算 当然不是我说的算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头骨老师 你要去问这里谁买的 你要自己做功课啦 这里谁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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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知道是谁买了之后 你就知道筹码在谁身上 那接下来涨上去 你就不会担心 像我就不会担心啊 对不对 我这边买 我也跟你讲啊 跌破 这边我可能就停损 没有啊 它只是小拉回而已嘛 今天上来了 对就像延通 昨天是不是涨停板 那我当问你嘛 打底完了 两个多礼拜都在这边混 昨天涨停今天又创高 请问一下你是不是快解套了 他竟然是49块啦 因为他不是烂股票 因为他不是烂股票 所以接下来就很有戏 我要的是 接下来你有机会赚到钱 对不对 开始表态啦 厉害 我刚刚解释过了嘛 其实我们也很清楚啊 因为很多东西你不知道 所以我必须得告诉你 接下来你的策略是什么 电视你有在看啊 我知道啦 老师 你今天这样也没什么贪 我还没买呢 你怎么知道我没什么贪 对不对 我就还没买呢 有人说老师啊你今天下去买长龙 好傻喔 真的吗 真的吗 那如果我告诉你 你明天可能要用追的 可能还追不到 对不对 所以你要很了解 我跟你讲 股票绝对不是普通人想的那么简单 台湾不是傻人想的这么简单 不要认为说什么什么怎么样怎么样 我也直接告诉你 我可能看错 但是你现在看到就是 打低的股票我敢买 对不对 那打低的股票我敢买 你不能怪说你今天推荐的股票 今天创新高大涨 这刚好而已 好不好 那时间关系我们下半场要讲航运股 你有兴趣的 不要转台 你没有兴趣的 麻烦你赶快转台 我没有意见 当然你如果说有个股问题 或是说 想要询问参加会员的事情的话 可以利用广告中的服务电话 跟我们助理做一个联络 SPN 财经台 守护台湾 守护家园 最艰难的时刻 我们永远有你同在 188 防疫专爱 帮助你守护你的财富 营业头顾 守护针线 02-851-3366 好医生生热热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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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副直播 必须上线 必须上线 Live直播 投資這條路是孤獨的 投資這條道路是辛苦的 盡心思考 二十年來堅守專業與熱誠 似乎不夠 總想著能為投資者多做些什麼 你們就是我們的支柱 你們就是我們的動力 用心去關心每一個股市投資者 頂業投顧 全心照顧 02 8511 3366 一掃丟入垃圾槽 那口罩可以回收嗎 用過的口罩不是資源回收物喔 隨意丟棄口罩 可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告發 除以1200到6000元把還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關心您 歡迎您再回到現場投觀眾朋友 指數這七天漲了1200多點 今天做一個小拉回 我個人認為指數的部分 告一個段落 其實不用去分析 接下來就是個股 我這兩天就跟你講得很清楚 指數軋空完換個股 有機會換個股的軋空 所以你要去特別注意那些高卷之筆的股票 那你自己要去把握 你像今天二線光學股 很多股票在大漲 郁金光大漲 對不對 你那個新巨科漲停板 先進光漲停板 連一光大漲 但是也有跌的嘛 陽明光就跌啊 可是你要去看 拜託 陽明光先漲了 你懂為什麼 陽明光已經提早漲 那你說他回檔會不會很深 我說應該也不會 因為他卷之筆高 他卷之筆還二十幾趴 所以你自己造詞要放量一點 你會告訴我我的意思 那你說老師 那到底情況是怎麼樣 因為我沒有操作 我就跟你講沒有操作 沒有推薦 我就跟你講沒有推薦 那光學股我個人認為 他說有漲價什麼什麼什麼 你看看就好了 對不對 就像我們很多媒體啊 很多綠營的媒體在吹銷土產疫苗 我說我都看看而已啦 我是不會去 我不會去預約也不會去打 那我只是覺得說 AZ我打不到 莫德納我又打不到 BNT明天要進來 12歲到17歲又先打 對不對 然後現在又說18歲到22歲又要先打 我上個禮拜我又登記了 我又預約了 我怎麼樣都排不到 那你不覺得很不爽嗎 這政府根本就在耍我們嘛 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 他為什麼幹這麼多呢 一下叫我們去預約 我打不到 你說沒疫苗 現在又叫我們再重新預約 又還是打不到 對不對 當然你有打到那恭喜你啊 我沒打到的 你總不能叫我們都閉嘴吧 所以我跟你講全台股 快2000支股票 我只看壞這一支而已 叫做低端 那你自己上帝保佑你 反正他就在蹭嘛 他現在就在召見那些奧運選手在那邊蹭嘛 還沒有連任的壓力啊 預備 他不會理我們的啦 我也是常常跟你講 你喜歡你就跟著我一起來 不要到時候每次都落對了 然後說什麼 老師我好可憐怎麼樣 那個路都是你自己選的 那個買進賣出 那個都是你電腦自己下單 要不然就是你自己打電話給營業員 大家都是成年人 你的肩膀啊 要有一點單代能力 不要什麼都沒有 看著股票落 看著股票去 他自己好棒棒 台積電這個價格我是不看好了 你是把握幾乎 我覺得很多投資朋友 這兩年被媒體洗得很用力 200塊買賣600塊在買 那我是跟你講 這是一個讓你換股的機會 不要說逃命 有時候我們寫說逃命 大家都覺得說 老師你看完看壞台積電怎麼樣 我看好長榮海運的時候 你又不看好 那我現在跟你講疊完了 我又看好了 你又說我怎麼樣怎麼樣 到底你在嘴什麼 對不對 找麻煩也不用這樣啊 我們今天會員可以作證 我們131有滿 然後盤中有疊到126.5 很多投資朋友是沒有加入我們會員 來問說老師長榮什麼什麼 我說壓回都買在這邊 我可以證明全部都買在這邊 你說老師尾盤沒有拉上去 我說很好啊 沒有拉上去也沒關係嘛 當眾人都在落井下石的時候 股票往往都不是眾人想的那個方向 我就跟你講波段的低點就在此 注意喔 注意這幾個字波段低點就在此 日後不要在那邊噤噤噤噤噤的 我覺得很多投資人很奇怪 他就覺得說什麼什麼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可以不做你生意了 你也都沒繳半毛錢 你在那邊噤噤噤噤噤什麼 我告訴你喔 我懂得還比真的比一般人多很多耶 真的 真的啊 你會嚇他買股票 買賣股票那個沒什麼嘛 對嗎 反正輸贏自負啊 通貌 國家辦了分析師考試我有及格吧 我有考試及格 而且還不是最近及格 我是快20年前就及格了 對不對 我懂得好像比你多喔 你事後你就發現奇怪耶 這個老師我每次在高點的時候 都會警告一些東西 因為你短線上一定覺得我錯嘛 你要記得我意思嗎 你一定會覺得我錯 你現在也會覺得我錯嘛 今天打長黑 你跟我說你要買 那我問你啊 他這邊是不是打跌停 隔天拉個下影線就上來 隔天還漲停板 這邊也是啊 長黑之後打下去又漲停板 這邊不就是相對低點 那你很簡單嘛 你設個停損點往下移個10塊錢好不好 設個停損點這樣就好了 我跟你講怎麼樣都比你買在這裡強啊 我知道有一家非常非常大的頭顧 帶會員買在這裡 每天啊 光他們家助理接那個應付投資人的電話 都應付到快哭出來 有一家 我們不要講哪一家頭顧啊 很大的頭顧啊 而且還是網路上面很有名的頭顧 帶會員都買在最高點 好慘 我跟你講那才是好慘 為什麼好慘 因為他們老闆啊 因為他們老闆啊 他們他們家老師沒有看我的節目 阿賢出手了 重點就是阿賢出手了 有沒有那個價值 未來是不是看對 接下來再說啊 明後天再說啊 對不對 過一陣子再說嘛 是不是看對 是不是又不小心蒙到了 你之後你就知道了嘛 對不對 你這麼聰明 你怎麼會去相信一些狗屁搗灶 無聊的一些嘴 在這邊耍嘴鍵而已 的對話 不需要 看看就好了 看看就好了 今天好可是我跟你講 我這買回來嘛對不對 來 那請問一下 整理的兩天是不是突破了 整理的三天啊 今天是不是上來 我問你喔 今天148 是不是過了這個高點 是不是過了這個高點 他就過了嘛 過了之後就要補缺口了嘛 這還要我教你嗎 那你會買嗎 不會啊 老是媒體專家都跟你 跟我們說記憶體很不好 你看卷之筆 維剛也是啊 空單還創波段新聞 天高 哇哩咧 欸 同志朋友 你不是空在這裡 那不然你疊到低點的時候 在那邊放空耶 欸 那你再看一下 如果這邊突破了 943嘛 我記得這一天的價格 943 943一突破補缺口 我 全部都輸喔 這空單這麼多 你看 全部都輸 全部都輸 看節目有兩種啦 一種看了會賺錢 一種看了會賠錢 看你要看什麼節目 看你要看什麼節目 你自己想清楚喔 就在此 我們等著看好戲 好不好我們等著看好戲 祝你大壯我們明天見 好 好 好 我們要47 お friends 有三隻